男人为了让母亲在家里看一场雪 她拿过母亲手中的水枪 随着她的超能力发动 所有水滴竟变成了雪花 可这时塞拉脸上却露出诡异的表情 操控雪球朝母亲砸了过去 直到看见母亲脸上的鲜血 塞拉这才清醒过来 但母亲却以害怕地跑进房间 她没想到以前乖巧的儿子 现在竟差点杀了自己 而意识到自己失控了的塞拉不断道歉着 不料母亲却直接打开了房门叫她 在塞拉施展超能力时 她就不再是母亲以前的儿子 行急下母亲拿起剪刀让塞拉放她走 可就在塞拉想夺下母亲的剪刀时 失手下剪刀贯穿了母亲的心脏 一瞬间塞拉不知所措 但就在母亲即将倒下时 时间却静止了 原来是阿宽定住了时间 她要杀死塞拉阻止纽约荷宝 可就在她挥刀砍下时 时间却恢复了流动 刀也被塞拉单手接下 看着母亲被自己亲手杀死 塞拉也不想活了她要阿宽杀了自己 不料阿宽却像个懦夫一样下不去水 带着安藤一起消失了 原本可以阻止纽约荷宝的阿宽 却输给了自己的梦 而失去世上唯一眷恋的塞拉 用母亲的鲜血绘画出了一副未来土 既然无法阻止 那就让纽约荷宝了 于是她挥手掀翻了一辆小车 里面压运的正是拥有荷宝能力的泰德 塞拉伸出手指 掀开了泰德的天灵盖 夺取了核爆能力的塞拉 不断熟练掌控爆炸 但在炸毁纽约前 她要杀了彼得 塞拉只是虚空一抢 彼得就被按在空中 面对强大的塞拉 彼得根本不是对手 帕克曼见状连忙开枪支援 不料所有子弹却全被塞拉单手挡下 随着塞拉手掌一张 子弹全部回弹射在帕克曼身上 紧接着塞拉操控远处的铁柱朝她飞来 将彼得砸倒在地 可就在她还想继续时 杰西卡突然出现夺破铁柱 直接将塞拉弹翻在地 绑过神来的彼得脱去上衣 一拳拳打在塞拉脸上 不料突然体内的核爆能力突然暴走 见状原本以为是自己炸毁纽约的塞拉笑 可没等塞拉说完 阿宽突然瞬间出现 拿起太刀就朝塞拉刺激 这也太扯了塞拉就这么倒下 但不管那么多 现在只有阿宽能杀掉彼得阻止 然而就在阿宽要动手时 倒下的塞拉一的能力直接将阿宽送走 危机关头阿宽使用超能力穿越走 看着无力阻止核爆的彼得 塞拉笑着死去了 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克莱尔 彼得疯狂叫克莱尔开枪 只有他死了才能阻止核爆 但就在这时彼得的哥哥非人却从天而降 他二话不说抱着彼得就撑上荣枭 自此英雄第一集完结 说实话看到这个结局我是吐槽诈 其中毫无逻辑的事情一大堆 可以说是强行爆炸 让它再是 但我写了